男人把烟屁股一丢,碾了一脚无奈 这是人家专家的事,我们哪知道那么多 反正这情况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每隔几年总会有那么一两次 因为下雨关系,没一会儿外面光线就暗得不行了 往山里的方向看过去,远处的天空更是黑得跟泼沫一样 隐隐还有闷雷在远处滚动的声音 风小小看了一会儿还是想不通,忍不住统统熬浅 你看这气候异常,是自然还是非自然的 不好说啊 熬浅迟疑了一会儿 反正我觉得应该还有其他的原因啊 一一一惊,急切问 什么原因啊 这个得到了那边看看才能知道啊 熬浅也不敢打包票 但是他能感觉到,自从接近这片山区以后 自己的能力就有些不稳的欲宣泄暴走感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山中有什么东西在隐喻 男员则在旁边听得惊讶 你们就是专家 真没想到,现在专家胆子那么大 四个人一辆车,什么器材都不带就敢赤手空拳进入灾区调查了 休息了一夜,第二天雨果然又大了起来 驱车艰难进行了差不多又一个多小时 路越走越泥泞 可见度也越来越低 四季死活不敢再往里面开车 这样的天气,运气好了 只把车陷在什么地方都算是好的 怕的是一个打花直接车毁人亡 工资再高也得有命花才行 四季表示自己情愿下车帮忙拎包 也不愿意在这种情况下再碰方向盘一下 风小小也知道不能强人所难 无奈之下只有叫老敖浅和依依下来一起步行 雨衣一劈,旅行带一杯 勉勉强强地蹒跚上路 这街路虽然有点烂 但是还没有什么危险的 现在,离比较严重的地段大概还有三四公里 差不多走一个多小时就能到了 依依投钱带路 因为雨太大的关系 她只能是用喊的 四季先生,一会儿在前面帮我们把包放下就成 然后,你回来把车开走 免得把车陷在这儿 四季有点不大能理解 照理来说,老板让自己给这些人开车 还特意说了这几位都是朋友 那自己身为一个打工的 半路跑掉肯定是不大好 可奇怪的地方就在于 这些人好像一点没有留下自己的意思 甚至就连老板也在出发之前说了 把人送到地方就行 不用跟着往里走 如果说真是朋友的话 这样的主妇未免有点不大和常理 想归想 但司机也不可能真缺心眼到主动请鹰的地步 反正正主都没意见 他能不去涉险 自然更没意见 深一角 浅一角 终于摸到山边 再往里走 就真的是要打起十二万分的小心了 风小小发话 让司机先回去 把车开走 司机松了一口气 放下东西赶忙离开 像是怕这几个人会突然改主意似的 等人背影消失在雨幕中后 风小小几人 这也才松了口气 哎呦 这一路可憋死我了 风小小就地蹲下 随便找了块地面 把手按下去 敖哥快看看 能不能控制下 我们这么走 确实不是个办法 刚才我就想象看一下情况 可惜一直有人在身边 实在是不能动手 老浅有些为难 想了想 其实刚刚才发现 这里我可能真的 不得好动手啊 为什么 风小小诧异 我的能力啊 你们应该知道些 行云不语 说起来 其实就是字面上的意思 一行云 二不语 老浅耐心解释 我可以把云聚在某一处 也可以使某片云沉降成雨 但是想要凭空变土或是变霉 还是不行的 之前室内连续降雨那次 是因为我在冰死时 不自觉地能力抱走了 把周边的雨云都聚集到了自己的附近 而这儿 这里怎么了 一一着急问 好歉陈阴片刻 说得简单些吧 如果想要止雨的话 那就要动用我的能力 把云调走 可是我刚刚才发现 这里的雨云虽然听我的号令 吹动起来 却有些艰难呢 就像是昨天晚上猜测的一样 这山里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淫雨 它在吸 我 在放 我们俩 基本处于一个收放平衡的状态 依依急眼了 你们以为是拔河呢 风小小探了探附近情况 重新站起来 再往前要路过的那段路 确实有危险了 身上泥石很不稳定 我暂时还没法控制那么大片的区域 只能先将就支撑一会儿 敖哥 照你这意思是说 没办法了 敖浅摇摇头 嗯 不对 就算是没有那东西捣乱 但是我能把雨云引到哪儿去呢 之前我真的没想到 这儿的云会有这么多 除非打散了 分远些 否则 落到哪儿 那都是一场浩劫呀 看样子 只能先去救人了 风小小无奈 等把人都捞出来 咱们再慢慢查查 里面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那就快走吧 依依忙催促俩人 虽然没办法马上解决问题 但是说实话 依依也早就有了一定心理准备了 虽然是转世神仙法身 但大家能力毕竟都不强 要说像正牌货那样移山倒海 是有相当难度的 顶多也就能在普通人基础上 提供更多方便而已 要说依依老家 其实也算是一个风水相当好的地方了 虽然这里常发生洪灾 或是连绵暴雨 但是要换成其他地方的话 一两天的暴雨就足以引发身体滑坡 哪像这儿 每次都要下个四五天才开始告急 所以自从听了依依的介绍后 风小小对这地方始终抱矛盾心态 无法下定论 一方面人家确实是得天独厚 但另一方面人也确实是倒霉 从进了风小小提示的危险地带后 三个人的前进就开始变得小心翼翼起来 而且坚持绝不离风小小一米远的死原则 这样就算运气实在不好的话 至少还能有个补救的可能 路面早就已经变成了泥泞 地势比较高一点的地方还好 顶多只是狡猾一些 踩到的地方脏一些 但是碰上地势低的地方 甚至有些冲刷的洪流 开始没过三人的小腿了 黄浊的泥水中还能看到些树枝碎石什么的 明显是从山上冲刷下来的 风小小看眼地面 总觉得情况实在是不好 现在还只是外围就已经是这样 山里的那些村民真的还能活着 想是这么想 可是也不能吭声 万一要是把身边的精卫姑娘给刺激了 难保她不会眼红冲进山里送死 等等 又走一段实在是走不下去了 风小小只能再次叫停 手往地面再次叹一下 喘口气 我们这样不行 得找个帮手 这里难有什么帮手 依依越走越着急 现在跟风小小说话都没那么平和了 你别说话 小心我不干了 风小小也没好口气 对方心情自己可以理解 但可以理解不代表愿意承受 她又不欠她的 肯来帮忙是道义 不是所有人都有义务要去承担其他人的情绪压力 伸手深深往土里一插 风小小细细感受手下的泥泞触觉 意识在土下延展阔伸着 渐渐地 以她手插入点为中心的那一片地面 开始渐渐地蠕动起来 泥浆团翻滚堆垒着 最后从土中拔掌出一个高大的泥人出来 风小小舒了口气 裙子下面的双腿早就不受控制 又变成了蛇尾 自从觉醒以来 风小小现在出门 基本已经不穿长裤子短裤子 以及其他一切裤子了 同时与此相反的 每次出门 必备一条小奶奶 已经成了她的习惯 妈的 人家女生出门戴纸巾 她出门戴内裤 人家小宇宙爆发是爆衫 她小宇宙爆发是爆内裤 这本书太没下线了 这样的女主角 真的还有前途未来可言吗 所以说 风小小时常觉得 自己人生黯淡无光 不是没有理由的 泥人从地里爬上来之后 周围的泥浆土体 扔在翻滚蠕动不断 源源不断地向着这个泥人 扑拥过来 以这个已经造好的泥人为雏形 一层又一层地往其身上叠垒 加高加厚 最后直到泥人有三米多高 才停了下来 接着粗糙的人形泥团上 慢慢浮现出五官 代表手脚的四肢条状体上 也开始显现出肌肉的线条 甚至分开了五指 长出了指甲 这么紧张的时刻 你还有闲心造人 凹钱也是有点无语了 造个人背咱们啊 风小小一边输出灵气 一边顺口答 放心 虽然看起来比较像人 但是我没给他开灵智的 这基本就和蜡象兵马俑 木雕金身什么的差不多 只不过他能活动而已 呗 不用呗 我自己能走 依依盲插口 刚才被风小小骂后 他就不敢吭声了 万一把这俩援兵气走了 他找谁哭去 第一 他速度比你快 第二 他踩得比你晚 就算红流真下来了 你这泥人身高 至少能让我们不被第一时间淹没 这样 我就还有时间周旋 风小小解释完后白眼 爱做不做 反正要想救人 就别老跟我磨磨唧唧耽误时间 泥人终于成行 方脸厚嘴 一副憨厚的样子 身上穿的是再简单不过的猎户装 看起来就像一个原始人 不过是代步工具 风小小也实在没什么心情微调了 拍拍泥人大腿 对方寄温讯的单膝跪地 探出手掌放在地面 让风小小站上 而后再转到自己一边肩上 如法炮制 又把凹铁放在另外一边肩上做好 轮到依依时 风小小就有点难犯了 要不 我给他捏个驼背出来 让你骑着 依依想晕 捕着胳膊上不行吗 也行 反正你没意见的话 我无所谓 风小小把自己尾巴 往泥人脖子上一缠 固定 而后把羽衣和裙子放低一点 遮住了蛇尾 拍拍泥人脑袋 后者立刻听话地抱起了依依 而后一动开长腿 大步向山里奔跑而去 这确实是长腿啊 三米多高的泥人 一双腿至少就两米左右 奔跑时迈开的步伐 间距至少也有三米多 而且最关键是 人家还不会疲倦 有这个东西带步 没一会儿功夫 三人就爬上了山腰 从山腰往下面 眺望一眼过去 依依的心顿时都凉了半截 滚滚的泥水 早已经淹没了 远处山脚 本应是村庄的位置 现在三人眼中 下方就是一片 滔滔不尽的洪流 夹杂着一些树干枝叶之类 甚至还有些 大概是房屋和家具杂物的东西 声势浩大的霓虹 夹裹着这些被冲带着的东西 从山脚下冲广而过 看起来持续这状态 至少应该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村民们估计在早些时候 就已经转移 如果没有转移的话 那么估计也就再没有活命的机会了 我们来晚了 风小小尾巴将倪人缠得稳稳的 探了探身子往前看了眼 依依 你知不知道以前那些村民在发灾的时候 常去的避难地方 知道 依依脸色有些不好 但是 那个在另一边山头 你们恐怕过不去 我倒是可以变 变什么 风小小看眼依依 你该不会以为自己能飞就没问题了吧 先不说这天气 你变身之后 翅膀究竟能承受多久 就算你真飞到了 也见到老乡了 你觉得你变回人形后 该怎么和他们解释自己没穿衣服的问题啊 这是个比自己还悲催的 自己好说只变下半身 人家是直接全变 一恢复人形 就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自然生态形象 翅膀在旁边有点听不下去 两姑娘讨论不穿衣服的问题 咳嗽两声也插话 我也觉得 这个想法不好 就算是不说这些细节的问题 主要是 依依即便去了 也帮不上什么大忙 说的不好听一些呀 如果真的有人在这儿洪灾里出事了 你过去也只能把自己也白搭上 这根本就起不了什么作用啊 依依咬了咬下唇 可疑的水光已经开始在眼眶里闪烁 可是 难道就要我眼睁睁的看着海啸 是洪灾 好浅笑得有些无力了 她算是看出来了 这个妹子之所以情绪激动 还那么不顾一切地冲着要回来 除了是担心认识的老家乡民安危以外 另外一个最重要原因 估计就是受了一些转世真身影响 不管怎么说 人家上辈子也是被淹死的 金卫在传说中最有名的故事 也正是田海 在这姑娘身上 水患估计就是她最大死穴 一见到就难免有些触景生情 依依还在伤心中 一听敖浅声音下意识又瞪过来一眼 估计是早忘了自己把人找来救场的事 光记得这人是龙王转世了 敖浅摇头笑笑 实在不想承认自己早已经被人歧视习惯了 小小快看那边 眼角不小心瞟过什么 敖浅脸色突然一变 猛地转头朝山脚下的洪流中一指 另外两个女人顺敖浅指去的方向一看 顿时脸色也跟着大变 山脚边上有一棵大树 看树围 估计至少要俩人合抱才抱得过来 之前洪流泰抓人眼球时 还没人注意到什么 这时候被敖浅特意一指 风小小二人这才发现 树冠上竟然还蹲了个胖子 胖子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爬到树上去的 怀里还抱着个旅行包 看样子 估计已经被困了一阵子了 头上就是暴雨 脚下又是洪流 胖子早已经憔悴得跟昨日黄花似的 虽然目前洪流距他还有段距离 但如果再坚持下去的话 估计被淹死也就是早晚的事 一一瞬间挣扎了起来 想要从泥人的胳膊中跳下去 风姐 快救人啊 怎么救 风小小也是几乎在同一时间 就开动脑筋 思考起了救人的事情 但关键问题在于 三人现在还只在半山腰上 首先离洪流还有一段距离 下去需要时间不说 就算真的让他们赶下去了 那胖子呆的大树 却又是在洪流中间 就算他想救 又要怎么个救法 快 用绳子拖过来啊 老浅提醒了医生 几人来之前虽然没准备太多的东西 但一捆粗绳还是有的 当时只是想着可能用得上 才准备了一些简单的工具 没想到现在还真就派上了用场 绳 风小小再无语了个 就算我们赶到下面 找到地方抛绳子 身边离那胖子至少也还有个十多米 你觉得这可能吗 我 依依毫不犹豫举手 我可以变成精卫 把绳子咸过来 看见依依似乎是铁了心要救人 再加上风小小 其实也不忍眼睁睁看着一个年花正茂的胖子 就这么变成死胖子 于是迟疑了一秒 风小小狠狠咬牙 那就赶紧的吧 不过之后的路程 你就不能变回人了 有问题没有 没 依依新人忙打 完了想了想 又再忙补充具 不过 我衣服你要给我收好啊 她回城的时候 还得再拿来穿的呢 本集演播 曼猪尔 班专道长 曲曲蓝月尔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